這裏有一個普及科學的推廣者 描述他自己的新冠後遺症的經驗 他現在開始說 我在六月份開始 我認為我自己已經 由新冠後遺症入面 完全恢復了 這裏就是過去六個月 他的經驗 希望他跟大家分享 只要大家知道是怎樣 他說他自己在2021年12月13日 測驗到COVID的陽性 當時是一個28歲 年輕 沒有任何症狀 而這個體驗也是一個比較緩和的新冠疫情 但他有所有的症狀 他好像感冒的症狀 就慢慢慢慢好 但其他症狀就開始了 去到第十二日 他開始就麻煩了 他開始就麻煩了 She hitting the fan 他從來沒有症狀 他從來沒有症狀 患過症狀 第十三日 但是喉嚇一開始就 雖開始便找到了 看上去 到時 當他想帶狗出去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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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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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很差,因此連續幾個禮拜就要睡在床上 在這段時間另一件事發生,心臟好像突然神經了 平時睡在床上,每分鐘60下心跳 竟然可以高達100下以上 站起來,130下的心跳 似乎好像走完一個馬拉松,心跳很高 甚至不能去洗手間,所以要在床邊放尿 走一走都不行,所以每月7天都要量度自己的心跳 以免跳得太快 直到第20天,他仍然被嚴重疲勞 正在掙扎著 而那段時間還未吃過完整的一餐 兩個禮拜,原因是因為他完全沒有胃口 結果他輕了30磅 30磅,即大約14kg 我不知道他本身多重 如果是70多kg,不見了十幾個 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減體重 這樣減是不好的 結果他要用橡筋扎著衣服才能夠穿得到 而這些無力的感覺 令他好像整個身體狀態一樣 他不能動也不能動 這是到了2022年4月才解決 而他在2022年1月至2月 他在嘗試做什麼 就是看看怎樣可以吃東西 因為他沒有嘴巴 我想想想想想 動動時不會突然間有氛圍 以及我怎樣可以睡覺 身體似乎,不忘了怎樣計算 他的失眠症是非常嚴重 另外就是他的neuralsight symptoms 即是神經和精神上 越來越慘 這對他來說非常陌生 他們不是使他想到什麼壞事 而是不停的焦慮 可以一天一天有六次 後來知道這個就是因為他的腦是發炎 之前沒有人知道 原來腦發炎可以引致焦慮症 現在他就知道 他進入醫院 進去精神病房 因為完全失去控制 對他來說 主要的好轉 是在3月份開始 之前他覺得自己已經會成為 一個 physical handicap 進入一個殘缺人士 想著一輩子都會這樣殘缺 而準備好了 就開始慢慢對這個想法 可以接受 開始考慮怎樣可以跟這個病 一起共存 開始用輪椅 那些手帳等等 已經準備自己 變成一個殘缺人士 由2月到4月 他的腦袋 就越來越麻痺 突然間 突然間麻痺 尤其是當他轉頭 轉太快的時候 轉頭轉太快 或者他一坐醫生坐得太快 都不行 而這個麻痺 他的感覺也向四肢發展 他的四肢很容易睡著 即是沒有了控制 到了4月中 大部份的症狀 開始慢慢慢慢 慢慢下來 開始平靜下來 他去 Long COVID的診所 即是新冠後遺症的診所 醫生 就估計他現在慢慢可以 好起來了 估計就是 6月15日 說醫生說得很準 去到5月 他慢慢慢慢 開始有些信心 可以過一些 沒有這些後遺症的日子 主要的問題 仍然就是 在6月份 胸裏面的感染 當醫生聽他的呼吸 就像人們拍手指的聲音 所以 還有一個事 幾乎忘記說的 就是耳鳴 兩隻耳朵 有兩個不同的耳鳴聲 一隻耳朵就像電話 接通的聲音 即是電話響 另一邊是非常高音的 這是日以繼夜 從1月到4月 他覺得很慘 所以他認為 各位 不要淺其不要看輕 新冠疫情 後遺症非常嚴重 就算你是打了疫苗 現在可以說 都一樣可以感染 而感染之後 一樣可以有 新冠的後遺症 這個和大家分享了一個人 他自己的親身經歷 一個年輕 沒有任何病狀的 Science Promoter 幫忙做科普 對科學有一定的認識 自己感染了 打了預防針 一樣照感染 雖然 疫情對他們來說 比較溫和 但後遺症 就差不多要半年時間 才能夠掙扎完成 這不是一個 人人想做的事情 無緣無故不見了半年 也挺慘 加上身體的傷害很嚴重 以後會不會再發 沒有人知道 因此 都是那句 最好避開感染到新冠肺炎